大家好,我是小明 现在就是新司机想加入 就是Uber在纽约这边 纽约市这边想加入Uber 觉得就是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现在最近这几个礼拜 其实好在好几年前 纽约市这边就要 就是说到曼哈顿里面的时候 他要收那个拥堵费 以前的时候他就在说这个事情 然后这几个礼拜又开始说了 就是说可能在一两年之内 他要实行就是说 纽约有五个区嘛 就是你到曼哈顿那个区的时候 他是那个中心的地段 所以说他要收那个拥堵费 等于说要付二十来块 高分期的时候可能要收二十几块钱嘛 他好像说出租车是不需要付这个拥堵费的 但是我们网约车应该是 跟私家车这个货车必须要收嘛 好像是说一天的话要收三次嘛 最高最多是收三次 三次的话大概要也很贵的 五六十块的 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你在其他的区域的话 带一个客人到里面的时候 他这个拥堵费可能是客人付 但是你如果叫客人付的时候 他叫车的成本又变得越变越高了 因为本来到现在你在纽约市 就是曼哈顿市区里面打车的话 客人要额外多付两块七马五 就是给那个MTA那个嘛 就是那个嘛 两块七马五嘛 如果其他区域到那个纽约市 曼哈顿里面的话 要再付二十几块拥堵费 客人的话可能他可能以后叫车的次数 可能会变少了 他宁愿去坐那个地铁 等于说对于那个网约车司机的收入 又变少了嘛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现在这个 再去怒这个Uber这个行业 就是在纽约市这边的话 我觉得意义没有那么大了 就是说我觉得因为我们如果是英文不好 移民的那些人嘛 只能做这些一些基本的工作嘛 现在的话就是那个开卡车的那个 因为那个行业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那个行业我个人觉得 那个行业的工资跟那个福利 各方面的话应该是平均应该是比Uber多很多的 所以说但是那个牌要考了 那个好像是A牌还是B牌嘛 不是普通的那个牌 那个又要另外去考一个牌嘛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新司机的话 想加入这个行业 可以考虑这个开卡车 开卡车应该是 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说 新闻报道嘛 就是说美国全美这边也缺这个卡车司机嘛 卡车的话因为唯一的缺点 可能时间没有Uber这个自由嘛 Uber这个如果有家庭的话 是不是 就是时间自由点 卡车的话好像要长期要跑长途 在外面奔波嘛 不能说每天晚上到这回街嘛 这样子 我目前的话我是不会说去考这个 这个卡车司机的牌照 因为目前的话我还没有这个打算 可能到以后的话 我现在30多岁嘛 可能到以后40多岁的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再考虑一下 去转行去开卡车还是什么 考得到就要找的话就转了 考不到呢没办法了 就继续开这个Uber 所以说新时机就是完全没有录这个行业的那些就是朋友嘛 我觉得应该先去打听一下去开卡车这个东西 他那个怎么样 是不是 好像年薪具体多少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身边也没有人认识的去开卡车 是不是 也没有就是那个门道嘛 但是大家可以问一下 应该如果说开卡车 那个牌照考到了之后 应该巴士应该也可以开 也可以开的 应该去开巴士 就是说政府的那个那个巴士嘛 应该也可以开的 然后卡车也可以开的 应该两种都可以开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问一问 好先这样子啦 拜拜